李高成来到多年前工作过的防制厂 暗中调查贪污腐败的问题 但没想到却被保安抓个正招 把你们领导叫来 你都算什么东西 还想见我们领导 随便骂人打人 老子 还有打你呢 等昏迷的李高成被保安拖到厂长郭中尧面前时 所有人都傻眼了 原来这位暗访的李高成正是新上任的市长 堂堂的国家政厅级领导 竟被一个小保安打晕 这可是捅了天大的娄子 保安吓得直接跪在地上 那李高成为什么会偷偷暗访这个纺织厂呢 时间回到几天前 李高成曾是中坊的厂长 之后一步步走到市长的位置 中坊几十年来一直是本市的纳税大户 而现在却是每年亏损四个亿 面临着破产的尴尬局面 三千多工人即将下岗 厂长郭中尧是他亲自提拔的 与一众领导班子想要合并厂子 通过改革兼并来解决问题 可工人们却觉得 他们这是在贩卖厂子 纷纷情愿 李高成也亲眼看到了厂子的败落 负债累累 讨论中 郭中尧竟把责任推给了思想落后 改革浪潮太快跟不上脚步 很多国有企业都面临着亏损的问题 但李高成已经离开这六年了 所有事情还没捋顺 因此暂信了他们的鬼话 通过调查 他发现中坊的问题并不简单 先是厂子里的诸多机器闲置着 再有工厂里的工人每天劳累辛苦 这时市委的书记杨成提醒他 中坊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内部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上任市长 就是因为调查中坊贪污问题 才被调走的 但李高成的妻子却说 要提防杨成 一山容不得二虎 谁都得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并说严书记在这多年 可以询问一下他的意见 果然李高成去找了严书记 对方在交谈中 有意无意地说出 中坊厂所面临的问题 或许一次改革 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想着中坊厂的亏损与迥惊 并不知道其中厉害关系的李高成 只当严书记讲得有理 并未再多干涉 因自己刚回来不久 郭忠祐又是他亲自提拔的厂长 便没有太多怀疑 但未保万一 他还是找来了工作组进行调查 不料调查到一半 众人就纷纷撤退 原来是在一张名单上 看到了非常厉害的人物 工作组惊慌失措 只含糊地告诉李高成 说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通过这次调查 李高成决出其中端倪 猜测中坊的问题 并不只是简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有可能这是一众人的折袖部 掀开以后 将会是无数的害虫在作怪 那边调查不顺 这边杨成又拿出检举心 竟然发现自己那没文化的四弟 也牵连其中 无奈 李高成只能去青苹果娱乐城走一遭 但此行却让他触动很大 这里表面上是娱乐场所 其实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而且自己那不争气的四弟 还真在这里当上了经历 更让他恼怒的是 四弟的工作竟然是妻子给安排的 面对质问 妻子坦然地说 你虽然是个亲滚 但家人也要生活 安排个工作也没什么吧 就在李高成左右为难之际 杨成将一张关系网放到了他面前 原来 中方每年会从国家贷款5000万 可这些钱没一份用在了纺织业上 而是开了十几家子公司 并且这些公司的背后董事 都是些大老虎 退休的沈银行行长 沈司法部长 沈人大主席 总共有十多名领导牵涉其中 这些看似都已退休 离开工作岗位 但实际上仍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能量还是相当大的 前任市长被调走 就是触动到了他们的利益 李高成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复杂性 于是他开始亲自调查 再次回到场子里 他因调查被一众保安打晕 直接拖到郭忠尧等人面前 几人看到是李高成 都吓得不轻 狠狠揍了顿保安 当李高成醒来时 看到一桌子的好酒好菜 愤怒之下 嫌犯了郭忠尧等人的庆功宴 为什么说是庆功宴呢 原来是郭忠尧等人 与曹万山联合起来 已经决定要将场子卖掉 从中大赚一笔 曹万山仗着自己后台 有人胡作非为 带着郭忠尧几人 好不快活 完全不把李高成放在眼里 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已经成功 把李高成的妻子 拖下了水 凭这点曹万山断定 李高成不会拿家人的性命 开玩笑 因此同意书 他不签也得签 之后在李高成生日时 曹万山更是下了一记猛药 直接将30万人民币 展示在李高成妻子眼前 虽然缺钱 但妻子有自己的判断 他知道这样做的下场 可在还钱时才发现 自己与这些人 已经成了一条生生的蚂蚱 您以为还了这30万就没事了 去年八月 您公共去世 我们送了两万 今年一月 您婆婆生病住院 前后是两万元 都在我们厂里报销的 每每请家庭教师 一年八千 李师长四弟 干了半年总经理 每月拿我们三千元 今年春节 我们给您宝贝女儿 买了一份保险 十六万元 您没忘了吧 得知一切的李高成 如五雷轰钉 妻子以自己的名义 做了多少腐败的事 自己在外打击腐败 没想到却后院起火 让他痛心不已 不知该何去何从 话说曹万山 这人挂名是中坊顾问 其实身份并不简单 他能够坐视亲福 只因他是严书记的干儿子 当年他父亲曾有恩与严书记 所以后门开起来便理所当然 而有了这座靠山 曹万山更是不会把李高成 看在眼里 本以为事件可以顺利解决 没想到顽固的李高成 竟一点佛面也不堪 无奈之下 只能向严书记求助 看着卖场毫无进展 严书记等人的利益受损 自然要找李高成 好好算算这笔账 并旁敲侧击地告诉他 事情的严重性 还有上面的一些人 他是惹不起的 得过且过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不要变成孤神一人 既可怜了自己又连累了家人 在严书记的谈话中 李高成明白了 他已不再是那个值得自己敬佩的人 也明白了 郭忠尧等人为什么可以如此猖狂 也许所有的源头 就是从这里而起 他严书记不欢而散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李高成想到那一座庆功宴 还有最近的所见所闻 他真是陷入了困境 其中一部分原因 与自己的家庭有关 李高成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纠结着 始终没有松口签下卖场的同意书 此时 曹万山等人见李高成仍不低头 便直接将他告发 很快市委下达了 调查李高成 谈无受贿 但一身灰尘的李高成回到家 却没有等到妻子的担忧与关心 而是等来一纸离婚协议书 与一封离别信 妻子在信中忏悔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希望李高成能够签下离婚协议书 不连累他 在杨成的尽心帮助下 李高成交出三十万 并通过一系列证据 证实了所谓贪污受贿这些事 他都是不知情的 一方面曹万山等人举报了李高成 另一方面 知道兼并中访不顺利 还有一个绊交时 那就是杨成 这人不出 恐怕事情无法顺利进行 之后 在杨成帮李高成找证据时 接到了上级命令 让他到党校学习 意图十分明显 就是故意将他支走 无奈之下杨成离去 只留下李高成一人 孤军奋战 就像阎书记讲的那样 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可这一刻 他并不孤独 因为一身的责任告诉他 自己走的每一步 都无愧于良心 李高成没有放弃 打击腐败 他要抓住幕后之人 定要将这颗毒瘤 彻底除掉 他先是将妻子带回来 自首 接着打击腐败之人 冯敏捷是中方的高层 也是他的徒弟 在临死前向他说了 郭忠尧等人 所有的行贿受贿行为 就这样 郭忠尧 曹万山等人的问题 也逐渐浮出水面 本来我不想下手 可是整个班子都烂掉 我要是不藏手 他们会把我赶走 师父 这些年来 我也老了几十万 曹万山等人 想卖掉中方的计划 也失败了 在最后的挣扎中 李高成告诉曹万山 不要再让严书记难堪 影片最后 杨成也搬来了救兵 省委万书记来到市里 在中纪委的帮助下 郭忠尧 曹万山等人 分别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包括严书记在内的 大批官员落马 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 万书记表示 统治们 省委坚决拥护 中央领导的指示 凡涉嫌中访一案者 不管是谁 官职极品 一经查实 都要严惩不淡 该撤的撤 该抓的抓 给杀的 杀 腐败 这个词很多人都不陌生 但能真真切切 理解腐败两个字的含义 却不是那么简单 该片就是这样一部 全是腐败的电影 让普通大众看看 究竟什么是腐败 从引会的送花送草 按插退休干部 挂名董事 到直接送钱 腐败的形式 真是多种多样 而腐败的程度 也是触目惊心 从基层的企业主管 上至省委书记 他们全都是腐败的一份子 腐败简直是 无孔不入 但本片也从另一个方面 反映出了 党和政府反对腐败 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心 与决心 生死抉择这部电影 历经五次修改 才最终上映 一上映就拿下了 2000年的中国票房冠军 同时它也是 中国首部票房过亿的 国产电影 请不吝点赞执行